我是野俊 今天的影片請你要專心的看到最後 因為我要送你日本大廠牌 Parvidence 導線 身為一個專業的吉他手 隨身都有攜帶導線也是合理的 但是導線的價格從幾十元到上萬元都有 常常有人問我要如何選擇 或是問我有沒有推薦的廠牌型號等等 其實這部分倒也蠻主觀的 因為導線會影響到音色 而且在越高端的器材連接之間 導線的個性音頻更會被突顯出來 所以在不同場合之下 選擇不同的導線也是很重要的一門經驗功課 會說是經驗是因為每個樂手或是製作人 往往在不同的器材之間連接 都有他們自己習慣使用的導線 這會關係到彈奏者或是製作人 所想要在這首音樂中所呈現的音色音頻個性 而不同風格的音樂當然琢磨的方向都是不同的 早期在坊間其實可以容易買得到的導線 選擇並不是那麼多 所以當一有比較有品質的導線可以買得到時 你會發現在樂手之間 怎麼大家都是用同一排的導線 現在在坊間可以買得到的優秀導線其實很多 每種品牌導線也有自己的優勢和不同的音色個性 那今天我就是要和大家分享一個很不錯的導線品牌 Providence 這是一個來自日本的品牌 他們除了有做導線以外 更為大家所知道的是他們的效果器 算是非常有名的一個效果器品牌 最有名的產品應該就是他們家的效果器分接系統 Routing Station 而其實Providence的導線也已經受很多知名吉他手的愛用了 像是最近來台灣的TOMOF GITA YouTube 上面很有名的樂手Peter Sloan 或是錄音室樂手Tim Pierce MI名是Karvahian 都是使用者 當然還有小弟我葉俊彈吉他也是 所以Providence導線相信一定是有在一定品質水準之上的 因為Providence非常貼心 真的是專為樂手著想 在設計上也為不同種類的彈奏風格以及演奏樂風 開發了不同個性的導線 我目前手邊有的型號就是 常規尺寸的S101 F201 B202 E205 H207以及短導線 V206 P203以上這七種品項 長導線部分外觀都差異不大 差別是在線材的材質選用 每個線材都有不同的針對特性 我會在影片後段示範聲音並附上特性的差別細節給大家 在接頭部分 Providence L頭與直頭的設計 可以在不同的連接段都有最好的使用體驗 短導線的部分 P203最著名的紫色外觀是這個型號的標記 標板無眩染的特性 材質柔軟讓你的效果氣盤可以好擺盤 這款同時也是Tomo Fujita的愛用款 B203採用NP21L 接頭是世界上最小的專利原創和接頭 小體積的接頭設計可以有效減少 效果器擺盤空間喔 以上是外觀的部分 接著是大家最關心的聲音部分喔 前面有提過Providence針對不同型號 都有不同個性的開發設計 所以每個型號都有自己的優勢 首先S101的特性是 音色肥大半雲飽滿 而屏障設計可以杜絕外部的雜訊干擾 推薦適合錄音室使用 這款也是Tim Peers的最愛喔 因為S101是錄音室設計 所以如果你是愛在台上會翻來翻去的唱跳行樂手 就可以考慮以下的款式 F201中低頻魂厚豪滿的特性 適合Rock這類曲風音色的其他手 NI-MIMS-Color黑眼也是用這款喔 B202這款適合給Bass及電幕吉他 或是降弦系的電吉他手 使用非常厚實的低頻 以有力的中低頻段是它的特性 E205中高頻有著獨特的鼻音 適合Vintage老蔥類型的吉他手 如果你也喜歡用音量鈕來做音色變化的話 用色調去對合 很擅長音色控制的MicroLando 就是使用這個款式 H207這款標榜音色原始無炫耳 和短導線的P203是同樣設計只是它是長四寸版本的 再來是大家最關心的聲音部分 為了要讓聲音的比較沒有其他影響的變數 所以我會統一將吉他連接到S101導線進入NUX的Luke Paddle中彈奏錄音 再藉由不同的導線端輸出至錄音卡再套用音箱 可以達到不同音色電話 不會分別彈奏Clean Tone Low Game High Game下的音色 大家也可以聽聽看 哪一款導線的特性是你喜歡的音色 建議音色差異的部分 大家要用耳機或是監聽系統聽 可以更感受得到差異 在內心軟件從中彈奏巨大 空音角 可以用操耳機 那間采計 掉下 與低音大 可以用刷 在內心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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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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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今天的導線評測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可以第一手接收更新的訊息 也幫我的粉絲頁 葉宇靜吉他工作室按讚 最終打開槍先看 我有IG 歡迎追蹤我 葉君彈吉他 那我們下次見